威斯康星州的巨型储能圆顶 在寻求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的过程中 威斯康星州将通过引入一个开创性的项目成为先驱 哥伦比亚储能项目也称为能源圆顶 这项由Alliant Energy牵头的创新举措旨在通过以新颖有效的方式利用二氧化碳扣2来彻底改变储能 哥伦比亚储能项目有望成为北美首个磁类项目 标志着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该项目获得了大量支持 包括美国能源部3070万美元的联邦拨款 这一资金支持凸显了该项目作为全国未来储能系统蓝图的潜力 能量圆顶的核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涉及将二氧化碳气体转化为压缩的液体形式 然后将这种液体储存在一个专门设计的圆顶中 当需要能量时 液态二氧化碳被转化为气体 为涡轮机发电提供动力 这种闭环系统高效且环保 因为它可以防止二氧化碳泄露到大气中 圆顶本身具有双层膜和先进的监控系统 以确保安全和效率 能源圆顶有望通过提供零排放储能解决方案 来提供显著的环境效益 通过储存风能和太阳囊等可再生能源的多余能量 该项目将有助于稳定电网 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这一点尤为重要 因为可再生能源是间歇性的 需要可靠的存储解决方案来确保稳定的能源供应 从经济上讲 该项目将通过在建设和运营阶段创造就业机会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此外 能源圆顶将提高电网的可靠性 并为大约18000户家庭提供可持续的能源 单次充电时间长达10小时 这一容量远远超过了传统锂离子电池系统的典型4小时限制 使其成为储能行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哥伦比亚储能项目的成功实施 可以为全国类似项目铺平道路 随着对清洁能源需求的持续增长 像能源圆顶这样的创新存储解决方案 对于满足这一需求至关重要 该项目还强调了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 在推进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的重要性 威斯康星州的巨型储能源顶 代表了追求可持续能源的重大飞跃 通过以创新和高效的方式利用二氧化碳的能量 哥伦比亚储能项目有望带来巨大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作为北美首个词类项目 该项目为未来的储能解决方案树立了先例 并强调了创新在实现可持续能源未来中的关键作用